大家好,有建議一些朋友對於一些雕刻刀頭有一些疑問 很不了解,所以我們來特別拍個影片給大家看 那我們現在,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近拍一下,應該要很近才拍得清楚 像現在你看到的這一個呢,這一個我們注意看一下 這個叫平刀 這個叫平刀 那你側面看的時候它是斜的 可是呢,正面看是平的 所以我們這個叫平刀 注意看,它的刀尖是平的 但是你側面看它是斜的是一定的 因為它一定是要這樣子才有辦法去雕刻 所以它這個叫平刀 所以平刀的意思呢,並不是代表它全部都是平的 平刀的意思呢,就是一邊斜 一邊平 然後呢,整體的頭 是平的 這個叫平刀 那你現在畫面看到的這個是1mm的平刀 接下來我拿一支1.5mm的平刀 做個比較 旁邊這一支 這個也是平刀 這兩支都是平刀 大家這邊看一下它的側面絕對都是斜的 一個是比較斜,一個比較沒那麼斜 但是它們的端 一邊斜一邊平 你看這邊是平的 這邊是斜的 然後這個叫平刀 所以呢,有一些朋友呢,要收到這個 它認為這個是發錯,這不是平刀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其實就是平刀 這個就是平刀 然後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 這個呢 也是平刀 它是2mm的 你看 它有一段是平的 一個面 是平的 另一個面 是凸的 那整個前面呢 整體的前面是平的 這個叫平刀 這是2mm的平刀 接下來這個是 這個叫圓刀 為什麼叫圓刀呢? 因為從頭到尾它沒有平的 它整個就是圓的 一個圓斜面 一個圓斜面 這個叫圓刀 這個叫圓刀 然後這一個 另外在這一支是 1.5mm的 圓刀 圓刀 圓刀就整個都是圓的啦 它不會像剛剛有平刀一樣 有平面的 所以它的尖尖部分也是圓的 這種東西叫圓刀 這個是1.5mm的 接下來呢 這一支呢 這個是2mm的圓刀 這個是2mm的圓刀 然後在接下來呢 要給大家看的是 斜刀 斜刀 要注意一下 它很容易跟 它很容易跟那個搞混 來注意看 這個叫斜刀 為什麼叫斜刀呢 看一下 正面 看起來就是斜的 這邊有一個削角 這邊有一個削角 兩邊削角 但是是斜的 有沒有 兩邊削角 削這個邊 但是它是斜的 刀子的正面是斜的 所以它叫斜刀 另外這一個 這個叫做V刀 為什麼叫V刀 因為它看起來就像個V字一樣 它在正面這樣看起來像V字 這個叫V刀 大致上刀頭其實不只有這幾種 那拍這個影片呢 我就想要 給大家看一下說 就是 我們的 刀頭呢 基本上是不會發錯 就怕客人的物質 那透過這個影片呢 可以讓大家分清楚 到底買的是 原刀斜刀 還是 V刀 讓大家做比較 好影片就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謝謝大家 拜拜